郭文貴議員 所以,基本上呢,我就需要給大家一個相信中比較快速的方式去探索它的料理 那希望經過30分鐘,有時候大家可以解釋收穫 好,OK 甚至過去,之前的聖子雕像是在原規範 這個原規範在近年已經被加掉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版的證書叫做法律文條款 那它是在中華民國在年7月27號,是信訊的 那這個條款呢,我把它的根文內的資格都可以 所以我拿到這稿說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簡報單單的證書,信訊是非常多 那算我一次呢,最後面有一個證書,給大家一些提示的證書 那這邊,聖子雕像國發會呢,也全部呢,聖子雕像的證書 所以,OK,聖子雕像的證書,OK 那,這個主要是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有一個證書是,去年7月10號,2020的10月10號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分別 因為從聖子雕像之後,我們可以說,想一說我剛剛去做的 聖子雕像,聖子雕像,聖子雕像,聖子雕像 那,特別感謝聖子雕像國發展的委員會 那,沒有他們的錄音詞劑呢,不會有這個聖子雕像的聖子雕像 那,我在這邊的角色,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就是,我研究上是一個參與這個小展 就是這樣一些,可以討論的 那,我們主要呢,在跟陸門商業的溝通呢 非常多的國家發展的委員會的聖子雕像 那,後來以後呢,台灣進入一個,所謂的資料文明的期待 那,為什麼是資料文明的期待呢 我們先講講歷子 那,這些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同序呢 朋友們參加,聖子雕像,聖子雕像 聖子雕像,聖子雕像 那在聖子雕像,就是說 那,大家在聖子雕像的聖子雕像 我們聖子雕像 做聖子雕像 και 어 somebody 聖子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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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時還是會有限制 才會有限制 才會有限制 相關制會自愛民的立場 那有機會可能是民間有一個 所謂的法徵化的版本 然後這個版本跟政府是做的方法 所以我想說也還不錯的提議 所以當天這個黑客公司來做了 我們後來在這個期間 把這個 民間的版本解決 那時候民間 賺民的一個基本人物資本 基本他都不能講講 但是呢 他不能被民間做的 以免呢 手段有關運氣的使用 因為就是在我們去聊的 歐盛這件事 不管你們講說 歐盛做的 歐盛常見的 歐盛開的 到現在的歐盛圍堂 那其實有個 八分二十的小分運用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民間先做的 慢慢臨序了大概二三十年的程度 慢慢去理想到現在的程度 我們知道歐盛做其實是一個 一個開發的動作 慢慢臨序到現在大概有多多的選舉 你有沒有提升了 那這個是民間二三十年的程度 但現在政府開始覺得 歐盛其實很有效的幫忙方式 他也因應參與 可是他開始在做的時候 他會有些反過的 機關類的情況 那所以呢 我們對他說的開始 就是一個環檢 就是跟大家講清楚一點點 開發 公開呢 不等於開發 我們把一些 information 資料 make public 不等於我們 使用非常open的方式來提供它 所以呢 簡單來說 目前的所謂的政府資金公開呢 只要送你激烈的學歷 直到這裡可以看 但是open data呢 我們需要進入的保障 透透一個授權的調查 來告訴使用者 你自由的 用的地位 所以真正你可以去使用的 才是一個開放的一個授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目前大部分的政府資金公開呢 因應公開能 公開的資金 多數都可以展成開放的 轉成open data的資料來提供 但是給大家一個清楚的概念 不是所有的公開資料 你都可以不限制目的使用 例如說 基於陽光法案提供的一些個人資料 它說到個人資料保護房的一個建議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了解 我們現在談台上講的資金 有內涵的專門女士 那 跟很多政府做人溝通的時候 我們的章領就是說 國際間有一個open determination 這個open determination 研究上其實建議呢 我們在做open data 如果我們的政府部門 中華民國台灣 在做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依照這個國際 共同的機器來做的話 那你不會只是去經營出一些奇怪的open data 所以開放經營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就是說 當這個資料或內容會推出任何一塊 都可以讓任何人自由的使用 從事跟散步的使用 我們才可以稱為它是開放資料或是開放內容 那 如果你提供者呢 對於使用者的限制呢 最多請他做好標明出處 跟之後改做以後 用相同的授權方式來分享 就是開放經營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同步呢 也跟這國際有人的結束呢 去翻譯一個開放經營的一個 產體中文版本 在這裡 讓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想說 這部分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就別在這裡 我們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解釋開放經營 它的重點就是 你必須要open store內容來提供 就是說你不會有一個特別的機制 來建設人家提出資料 或至少要有一款open source的runner 可以輸起這些資料 那再來就是說 你不用資料呢 不能限制人家的使用目的 很多政府機關 一開始認為 就是說我要加很多的條款 很多的條款 來限制人民使用 可是我就跟他們溝通說 你所要求的那些 其實成為你法律都有 法律都有的東西 其實你不需要再把它架上去 因為就算你沒有回到條款裡面 法律還是有它的效率 最佛法律就是禁止 去從事那種違反公共善良公主 或者是說 侵入侵害別人目的的使用 所以今天呢 並不是你最成條款 提供出去跟人家講說 你先說任何目的的使用 就表示呢 人家會拿來做這做的 所以 使用的一個目的 第三點呢 其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溝通 我們強調的是 Open這件事情 是不可撤回的 是隨物並轉的受嚴 那這一點呢 一開始對於工部門來說 很難距離一點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供很多的範例 這邊有一個文章可以參閱 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這是我使用的手機 那是Android手機 我已經把它刷成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版本 叫Snet Mode 那麼呢 如果你點到手機的設定 About的法律資訊Legal Notice裡面 你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個地方叫 開放原始碼秀權 那 你會看到說 這支手機呢 它是基於Linux Kernel 來做的一個研發 那Linux Kernel 這個開放程式原始碼的 一個核心系統 大家都可以下載 你直接在Google search上面 打上Linux Kernel download 你就可以到它的Artex去下載 比較更新版本的Linux Kernel 那今天我給大家看一個列表 大家可以認出很多的手機 也許你有用其中一個手機 有台灣的Asus 那有Google自己的Nexus手機 有HPC的手機 有LG的手機 有Oper的手機 有Sansung 有LG 有Sony的手機 這些都是基於Android的手機 那今天呢 裡面都有一份 開放原始碼的專案 叫Linux Kernel 所以大家想想看 Linux這個手機 Android的手機 每天生產這麼多 如果某一天 它原來的貢獻者說 我今天呢 要把我2005年 貢獻的這行程式碼 給撤回 那是不是 所有這些廠商呢 必須要把這些手機回收 然後一步一步的 把它們的程式碼 給剔除 給更新 然後再還給消費者 這是不可能達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Oper的東西呢 是可以撤回的話 Oper的授權秩序 就會崩潔 它不可能會建立起來 所以今天呢 比較新版的 Open Source License 包含GPL 3.0 跟APA 2.0 它都已經明義的 清楚的定義說 這個授權是不可以撤回的 Credit Commons License呢 各個版本 也很清楚的 跟使用者講說 授權人講說 這個授權是不會撤回的 所以我們如果很多時間呢 跟機關溝通 讓他們了解到這個現實 在Open領域裡面呢 必須要 照這個遊戲規則來走 事情才會真的做得起來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hack 讓公文可以同意 之前的這三個特點 第二個hack呢 就是呢 超音感美 超音感美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必須要講 現在呢 並不是所有的 政府的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都提供所叫Sub License的利用 但是呢 這一次呢 修訂的過程裡面 因為國發會跟 蔡英宗委員的一個大力協助 去釐清這個項目 發覺我們現在 data.gov.tw上面提供的大部分資料集呢 其實就是純粹的資料 low data 或者是編輯性的資料 這種狀況之下呢 如果能允許使用者 一個更大的使用幅度的話 那 未來再做所謂的商業化跟計轉呢 會是一個比較有效的一個途徑 所以 現在的Open Government License 台灣的版本 是有Sub License的 這個部分其實很多國家的授權條款 都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機制 那基本上你今天搜尋Sub License for這個字呢 你剛才只有在Wikidictionary有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字 簡單來說呢 它叫做斷胎存解 斷胎鎖鏈 什麼意思呢 Sub License讓你使用者呢 在改做之後 可以用自己的名義 再把這個資料集 或是這個所謂的衍生著作 或者這個所謂的產品呢 用自己的名義再提供出去 你完全用自己來負責 所以公務門一共給你的東西 你今天把資料拿來改做 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義再出去 這個就是Sub License for 那 其實我們今天意思是說 之前我常常講 這隻狗呢 看起來有點憂鬱 雖然它在一個很寬闊的一個原野 可是其實這邊有個鏈條 所以Sub License呢 是一個斷胎混截 斷胎鎖鎖 斷胎鎖的一個手段 現在的台灣Open Government的Fail License 容許使用者做這件事 所以簡單來說 Sub License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名義 把這個資料集再提供給他 但是你所提供的旋律 不能帶領你原來得到的旋律 所以呢 很多人熟悉的GPL 是不容許再授權利用的 所以你今天有很多的開發者 你授權聲明 必須要把大家都列在一起 但是呢 MIT License Alpha G2.0 License 是容許短授權利用的 所以今天有人改作者 他就可以說 我助名出處 感謝A跟B 大大無私的貢獻 可是接下來呢 我是用我自己的名義 去把這個 成品提供出去的 所以重點重點在這裡 大家現在用台灣政府 包含六都裡面的五都 還有中央的行政院 國發會的DATA-CUB 重點就是 去做好這個授權聲明 這個授權聲明很簡單 你就是告訴人家說 這個資料是哪個機關提供給你的 他的年份 還有如果他有釋出名稱跟版本名 那你在改作以後 你就是說 我這個產品的部分資料 是來自於 這個機關 這個單位 年份跟版本號 然後最後就跟他講說 原來是用 Open Government 提供的 但是目前是完全用我自己的名義拿出去的 感謝大大無私的貢獻 就是感謝師傅 讚嘆師傅 這個就完成了基本的利物 我們第三個pack 就是這個授權條款 是有 創用CC Credit Commons BY 4.0的相容性 那我們知道 所謂的open source 最重要的話 它就是open的remix 才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效果 那之前呢 有人說打蛋骨頭連結金的兄弟 那我覺得應該要加姊妹 這個是比較有性結平等的觀念 那 所以我們應該要跟全世界做好朋友 一起打斷骨頭連結金 那如果不知道這個出處的人 你可以Google 一定會看到那個出處 那所以呢 這一版的open data license 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它是有一個 國家訂的授權條款 再加上一個授權轉換的條款 那這也是 學習UK 英國的一個做法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在條文裡面指定說 今天呢 雖然是用台灣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提供給你 但是今天如果你要去 從事一個國際的專案 可能其他人是用CC授權來處理的話 你今天可以把這些資料 直接轉成CC OCC BY 4.0的方式來使用 你用OCC BY 4.0的方式來使用的 你完全符合了 所謂的 Taiwa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的要求 所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個轉換 所以它是有一個相容性的 譬如說 我這個頁面呢 我不一一贅述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這是非常多的國家 包含 日本的 data portal 它是用cretic comments license 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一個cretic comments的相容性的話 那今天我們所提供的資料 庫資料集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 國際專案的一個共同融通信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 想進一步知道中文CC的朋友 你可以點閱 簡報裡面的這個連結 然後CC Headquarters的一個頁面呢 它也提供了一個專頁 就是告訴你 現在有哪些政府機關呢 使用cretic comments license 來做他們的open license 所以原則上這個條款呢 它的重點就是輕震減負 才能激發民間的創意 那跟政府不能溝通說 不要誤會你可以用授權條款 解決所有事情 政府資料的開放授權 首要建立的是民眾的信任 而不是阻斷它使用的熱情 所以這個資料開放授權條款呢 其實就是一個讓使用者 安心可以拿去資料 真正進行開放式的利用 然後也可以知道它的遊戲規則在哪裡 這個條款 那目前這個條款呢 就是謝琪一直剛才介紹 中央的政府機關跟虎都已經使用了 這是高雄市 那這個是台南市 那這是台中市 這是桃園市 這是新北市 那開放資料實作做得很好 授權上還是沒有跟大家做好朋友的 我們還有台北市 我們這邊不是批評 我們是進行溫情的喊話 那所以大概呢 這個資料的授權條款 我這邊已經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了 未來的進展呢 我這邊提出我個人的期待 第一個 Open Format Format這件事情 是有寫進射權條款的 但是目前呢 不是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去符合這個定義 所謂的Open Format 就是說它必須要沒有 特別的技術限制的數位格式來提供 或至少可以當一到兩款 Open Source的軟體都可以讀取 那這件事情未來是可以落實的 因為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的European的Public Section Information Reuse的一個法案 其實也特別的強調這件事情 應該要用數位格式來提供這些資料 那基本上可能有人覺得 這是一件小事 可是我認為呢 以我對政府機關的了解 如果能確定這件事 它會產生牽液法而動全身的效果 因為有時候呢 近者恆近動者靈動 但是如果你可以讓它動一下 但是就像一個混輪一樣 後續很多事情都會去follow 那另外呢 這是什麼 這是禪宗的六祖惠能 那這是我在某一年的Postcard有輸出的 普提本如數明經一飛台 本來五義無何處人生 所以其實從諸二權法的概念上 資料本來是沒有這個體現的 它的創意如果只是單純編輯 它的創意沒有在裡面 所以本來沒有掛愛的東西呢 為什麼我一定要增加非常多的一個門檻呢 所以呢 不是所有的資料呢 都受到諸多權力保護 不受到諸多權力保護的話 我們應該就有個態度 讓它盡量流通來創造價值 這個照片呢 是極光的拍攝 它是受到諸多權保護的 這個照片是我超出的時候 被超出攝影機攝影 它只是一個紀錄 它只是一個Recorder 它在法律的照片 並不是一個Portal 所以我們做諸多權保護的是創作 單純具勞務的素材呢 不受到法律保護 那這個也寫在法律TO的chips 第十條的第二項 所以呢 我想呢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落實這件事情 在英國的做法呢 他們的開放資料 授權條款裡面 就是說 不受到法律保護的部分呢 次數呢 就不受條款的限制 那日本的做法也是講得很清楚 它在它的Portal裡面有講說 我們即使是用CC來提供我們的資料 但是並不會讓那種本來就不受到 Trum CC授權保護的這些資料起呢 就受到所謂的授權的保護 那日本的Data Portal有特別有聲明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的Title Open Common Data License 也是走這個金融繼續的一個角度 我們把所謂的素材跟資料分開 所以重點就是告訴你 真的如果提供是存資料的話 是沒有一個授權行為的 只是說在選民 應該是說在所謂的責任限制的部分呢 也希望繼續呢 照條款的一個預設來進行 所以下一步呢 我希望可以學習德國的做法 也許如果我們有個更新版本的 Title Open Data License 因為德國的做法呢 他們經過很多版本的調整 德國跟我們都是有公法跟司法分立的一個國家 當然在這邊提這個部分會太複雜 簡單來說呢 德國、日本跟台灣 我們都所謂的大陸法系 有公私兩名的體系 所以有分成公法規範跟司法序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的那個規範 也是所謂的使用規範 它是比較偏向於公法規範 所以這件事情在討論的時候呢 也引起公務員的很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因為公法行為呢 會拘束公務員比較多 而且基本上公務員的行為 必須要走公法路線 那司法行為呢 就會被批評說是司法 公法頓入司法 然後會有不受監督的一個疑慮 那政府提供資料行為 到底是公法還是司法呢 會引發就是它的行政程序 跟之後的救濟 那德國的處理方式呢 現在它就是告訴你 我提供一個版本給你 你要說它是公法七月而已 你要說它是司法七月而已 但是呢 確實是有點混亂 所以我這邊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放棄 不是放棄就是放下 我們說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當然有人說這是面對宅 接受宅 注意來放下展望 重點是放下呢 就可以讓我們心安樂 所以今天呢 德國其實有一個授權條款 叫做ZERO ZERO呢 意思就是 你可能沒有聽過ZERO 但是你聽過COCO COO ZERO COCO COO ZERO 代表裡面沒有熱量 所以等於CCDEO 或是Open Data License ZERO 就代表呢 No Rights Reserved 就是拋棄所有的權益 像美國白宮 它也提供的部分聯邦政府的資料 它是用ZERO的方式來提供 也就是政府拋棄所有的相關的權利 所以ZERO 代表一個拋棄行為 拋棄以後 你丟我 我把資料提供給你了 我就是一個事實的提供行為 之後你要去拿去利用 原則上呢 跟我沒有一個授權的一個關係 就是一個拖拖的處理 我覺得慢慢慢慢能 朝上這樣的處理呢 可以取決非常多的一個法律爭議 跟現實上的爭議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看現在美國參眾兩院 已經有議員在提案 討論所謂的Open Government Data Act 這是一個縮寫的 它的全身比較差 裡面大概有這個意涵 就是說資料是屬於國民全體的 不是特別政府要去聲明 它擁有所謂的諸作權利 或是有它的ownership 那從這個觀點去走的話 慢慢Open資料這件事情 才能走得更多的名證言順 今天大概就是跟各位介紹到的 時間大概也差不多到